在电磁场里边传递的方式 很多人都默认是直线 后面那张图事实上讲 光是一个自转形成的一个场 它事实上像蚯蚓一样的在蠕动前行的 蠕动完了之后 它蛇一样的盘成一个圈 再从一个圈再盘出去 我们从这边看到的时候是电 从这边看到是磁 但是它是在一个场域里边传播 在一个矩阵里边传播 电磁场它事实上是光传播的一个路径 而它必须在普朗克常量里边传播 但是它能在空气里边传播也能 所以在不同的物质里边 超光速是可以实现的 在水里边你用电子 事实上已经超过光的传播速度 光在水里边的传播速度只有八分之一光速 而电传播的速度有将近四分之一 它在水里边传递是超光速的 如果你用水的这种量子共振的方法 你事实上就可以合理的得到不同的能源的输入 所以我们现在的理解 光速是第一可以超越的 第二光的传播模式不是直线 第三六组光合到一起 是你看到的物质的原子的最基本结构 它在进行物质丝环共振 所以我们所有人都是广 你要把光分解 你无外会用紫外的 三百六十二赫兹震它 二百八十赫兹震是红外 是七十五 我们过去被教的都是错误的 我们再做一个小的补充 光的传递的模式就和光的轮一样的 你从大速的第一层 第二层 第三层去切它的时候 你始终获得的是一个圆盘 这是为什么在各个地方 你衡量到光从来都是恒定速度 是因为它的转速是一定的 2.93乘以10的八次方 不是光速 是它的振动频率 是电场和磁场 搅合起来成员90度 关系的振动频率 根本不存在光速 我们的恒定